将来在撰写的时候呢 怎么知道哪一些该怎么去撰写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共用程序里面 这个共用程序里面 当然我要先知道 同学会想说 老师为什么知道清单跟栏位 这两个要拉出来 其实主要就是说 你将来要共用的 一定要去抓到什么 这四个栏位里面 有哪一些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样的部分 你就不用再看 因为一样的部分 不是我们要关心的 哪些不一样 那不一样呢 你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所谓的引数 因为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可以 把它用引数的方式传递 让它改变 那改变之后 它变成每个都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 那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改变 就是因为 取得个清单的哪一栏 那基本上 我们可能将来会改变 就是ABCD 有没有 可能还有更多啦 有没有 所以呢 那我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 我第一个需要的引数 第一个引数 然后我这个清单的名称是我自己取的 如果你就觉得这个名称不OK 可以换个名称 反正这个东西其实最终还是好辨识为前提 那如果将来你的公共程序 如果写完都可以在底下再写一些注解吧 让其他人要引用你的这个公共程序 也可以知道到底要给什么东西 或者你可以给个范例 可以让使用者知道怎么去呼架的话 第二个的话蓝位 那这个蓝位指的是 因为将来我们要查的一定会在那个feel的这个蓝位 这个跟前面一样啦 所以这个就是哪一蓝的意思啦 那哪一蓝的话一定是一个数字 所以是三四五这个是十二 OK所以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那可能未来 可能你还有可能有第三个不一样 第四个不一样你就把它抓出来 那就斗点第三个斗点第四个 那以后就共用就好了 就以后就维护一个程序 这样子的话也比较 程式也会变得比较简短 也不用说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 但是你也不要为了要共用而共用 那为了共用一些东西 哇 抓紧数学一堆那就是麻烦 那不然就算了不要为难自己 你就还是分别特别写算的 OK 因为刚好这边呢 刚好可以共用 所以我就用这个来当成范例 OK 好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相关的东西 分别执行 那当然应该执行起来 那还好 因为这个跑起来 后来我把它改成 就是之前我们上个礼拜上课2500 你看我们用问题06那个范例 好像笔数才60几笔 所以跑起来比较没有感觉 2000多笔跑起来 那感觉比较会有那种 有在跑资料的感觉 不过其实也是瞬间就完成 因为电脑好像太快了 可能会比较慢的是这个 客户因为有155笔 所以底下会跑得比较久一点点 但是你说久 也没有久到完全不能接受 还是一样啊 马上可以帮你把某某公司 某某银行 通通都帮你把它整个都 全部都拆出来了 那当然呢 就是几个按钮就完成 不过 最后可能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做个整合 所以我这边也许你可以再多增加一个 就是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假设 我们需要就是把这个功能整个到这边 但底下做的事情只是一样的 所以一样怎么样 可以按下去之后 自己可以 就是直接在这边做 那也是用呼叫那个动用程序 可以不用重写 拖它就可以了 那只是这个表单 里面有个比较厉害的地方 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之前同学问说 老师那可不可能 因为像这个客户名称这么多 那如果说我们只单单平 底下的这个State的Bug 让使用者看或者自己看 自己看还OK啦 可是使用者会觉得说 好像不是那么明显 尤其是你跑的比数可能超过100 200 甚至1000 2000 很多很多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会有意外的问题 画面会一再转动 但是 不会停下来 那使用者也不知道到底跑到哪里 所以有没有可能一种状况说 可不可以在底下 增加一个什么 类似像我们常常在 无论在视窗 无论在手机 都会看到一个状态 而是一个 它不是数字的更新 它是颜色的更新 因为看图还是比较直觉 所以后来我就把它改一下 第一个答案 底下这边我已经有做了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你说这个东西 本来我是 以前是会在这个按右键 新增控制项 去找那个 有一个叫做Predispot 后来我发现 这个Predispot 它可以增加额外的控制项 比如说像那个 VV 以前那个VV6里面的 一些控制项 这边都可以引用进来 但是呢 那个控制项 额外引用进来的 会有个问题 之前就有同学 在32位元的环境下 跑没有问题 可是在64位元的环境下 跑就有问题 所以后来我干脆就 不要用那个控制项 我就用很简单的 内键的控制项 比如说呢 我bemo一下 你会看一下 那做出来的就是什么 就是 刚刚 跑业务这个比较没什么 有没有 如果你跑客户名称的话 这个感觉就会比较 有那个feel 那看起来好像 其实 就会 当然前提是 你可能需要 做很多的时候 才有需要 如果你只是质量很少 跑一下 好像感觉不太出来 这个像产业别 一下就没了 可是如果客户名称 就可以跑比较久一点点 这个就蛮有需要的 那当然 再来就是说 使用者也会 比较清楚说 到底跑到哪里 他不用看数字 看重就知道了 好 那像这样的一个 进度状态 要怎么做 我想 我们 等一下请各位 第一个就是 还是要做表单 那表单部分的话 我们等一下 分别来把它完 第一个当然 你先把那个 这个地方 那怎么样做一个表单 我想 第一个呢 一样按右键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制定表单 那这个制定表单 请各位也许 你就照着我们云端上面的 这个完成的画面 参考资料 来做那个 一个版本 那里面大概就是第一个 我是做一个 表单 名称叫 然后在上面大概就做了几个东西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它的名称 就caption 快速分裂好了 它的颜色 改成浅黄色 里面呢 放了总共有三个 三个元件 第一个元件是一个label label是大A 这个是label 标签 底下的话呢 用下拉清单 放一个combo box 一个按钮 换个确定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 期望呢 就是当启动的时候 自动载入什么 下拉清单 给使用者使用 使用者呢 他就可以下拉 然后选一个按确定 他可以跑 再来就增加一个 刚刚的那个进度状态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大概把这个 有关表单的一个 做法简单做一下 第一个 按右键 插入 不是模组 是自定表单 第二个的话呢 把它的名称 改成叫Fone 那因为我这边已经有Fone 有Fone2了 OK 名称不能一样 然后呢 Caption 指的是这个属性 这个也许叫什么 快速分的 那它底色的话是BagColor 它的属性把它改成浅黄色 OK 第一步表单完成 所以表单基本上呢 改三个东西 一个 两个 三个 OK 再来呢 上面放三个元件 第一个是Label 这个Label里面的话 我们基本上呢 请选取分类项目帽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就是在Caption上面 请选取分类项目 OK Enter一下 好 那可是字太小了 其他就是你怎么样 属性里面 请各位自己再去找一下那个Fone 大小大概16吧 然后按确定 颜色的话呢 就是ForeColor 所以ForeColor部分的话 你找一下 Fone下面 把它改成 红色 OK 第二个的话呢 在这边下面 拉一个下拉清单 这个就将来给使用者选择 它字预设太小 所以你把字 调成大概16号 再加一个Button 命令按钮 拖拉一下 这边改成什么 这边改成叫确定 它的Caption 确定 那一样啊 也许你自己把它改成16号字 OK 然后前景颜色 改成红色 大概这样 好 完成 那完成之后 你可以把它执行一下 就这样 不过现在 没有资料 也没有那个 我们等下把它完成 画面先换给录影 看一下 那主要 就是一个表单 然后 增加一个下拉清单 最重要其实就是 当它选一个项目的时候 那我们分别就执行 其实就刚刚那个P字 P字筛选的几个 那最重要 增加一个功能就是 那个进入状态 让它有颜色 的 一定能 那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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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